这个呢是我的摩托车 我要用它长途旅行 山下已经装好 那我一直在想 它的水应该如何解决 摩托车加水箱 我已经做出来了 看 早上好呀 大力今天又来弄摩托车来了 但永哥跟我说的呢 是来到了另外一家房车产 我都没想到 南车原来有这么多房车产 好吧 现在联系一下 嗯 看看怎么装 喂 你够 到达工厂先细说了一下我的思路 然后李总门便开始不停设计 让水箱达到美观又实用的效果 现在呢我们是计划 把这个尾灯和车牌给拆出来 量一下这里的大小 然后开始设计图子 就后面会设计一个三角形的 把这一块尾灯呢就可以直接 师傅呢现在完全设计好了 对 正在画图中 图画好了过后再由这位师傅进行设计装 组装 我就到时候等到组装的时候再过来拿 这会儿呢就可以先离开了 李总他们这边的速度是真的挺快的 我的车呢现在 电线已经全拆完了 现在呢是把这个尾灯拆出来了 下面加了一根延长线 到后期呢这个线就说直接贴在 这个水箱上面 水箱掉在这里 这一个壳呢是非常坚硬的 它可以完全抵挡住水箱的重量 就是不会碰到轮胎 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性 然后水箱做出来 他们尝试装了一下水 这一桶 整桶还没有装完 就还有一些水是倒掉的 水箱是完全足够大了 在野外生成个两三天没问题了 走看看水箱去啊 我的水箱它出来了 就这个做工吧 目前看起来会有点异性 实际上它装在车上的过后 还是挺好看的 感觉重量还是有一点呀 那它下面呢是有四个角 这几个角呢是固定在后面螺丝上 这个呢就是出水口 明天呢这整一块是要给它喷漆 漆喷上就会好看多了 这个就是放车牌的地方 哇师傅的手艺呢是真的很棒啊 这两个盒子呢已经成型了 看一下 漂亮 摩托车加水箱 摩托车加水箱 我已经做出来了 看 登登登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漂亮 这次这个工艺呢 我是相当的满意 说实话 帅呆了 酷毙了 很多人之前老是说我这个不现实 大家看一下 它实现了 而且毫无违和感跟整车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水箱 它的长度呢是30 宽度呢是45 厚度呢是17 重呢是18斤 可装的水是22升 这边呢是出水口 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这边呢是进水口 一拧开 直接就夹进去就行了 完全足够大 完美 笑量 那之前呢还有说过 想做两个盆子 就是方便收啦 这个盆呢放这里面 也看起来毫无违和感 这看起来有两边 都有点空隙 一边呢就放菜板 一边呢就放刀具 怎么样 是不是很完美 里面就放一些平时 要用的气罐呀菜呀 米呀之类的 这一套就放厨具的 水箱完不完美 美不美 美 超级的美 只要你有想法呢 就要敢于实践 实践过后 我才知道想法是成功的 还是怎样的 之前呢 很多朋友我会说 这个箱子它开着 危险性很大 或者怎么样的水会左右的摇晃 我现在说一下 我之前的想法 我是想跑的时候 空车前行 就比如说去新疆 它地域很广 有很多地方 它是没有水源的 那我在要扎营的时候 比如说遇到风景很好的地方 我就先把水加满 去住个两三天 都没有问题的那一种 那如果说我不需要的时候 平时跑车的话 我就让它空车跑 就后面的水箱不会加它 完全不影响我行车 它的总体重量呢 才十多斤 二十斤都不到 那平时如果说 在不在其他的东西下面 我们后面再一个人 如果说再一个一百多斤的人 跟这个重量相比 它还是个重量嘛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 所有想法呢 都会实现 只要你敢坐 后期大家就能看得到 这个水箱 它会解决我多大的麻烦 还有这个盆 这个盆在路上使用度 如果不高的话 我可以选择送人 但如果后期 我出发在路上了 想要再拥有一个这样的 那就可能很难了 你去哪里定制也好 或者坐都比较麻烦 是吧 在家里面处理好一切 再出发 完美 摩托车装水箱第一人 这个小小的理想呢 是被我实现了 那在实现理想的路上呢 也要感谢 给予我帮助的人 第一位呢 就是永哥 房子厂老板 他呢 是赞助的我水箱 第二位呢 就是改装厂老板 李总 然后他们这边 改装技术是真的很不错哟 第三位呢 就是帮我做的师傅 他的手艺真的是非常棒 现在呢 真是看他越看越满意 大家知道如果平时 我们带水袋 或者就说用桶装的话 一只手需要去倒水 然后一只手才能洗 但这个呢 一开 怎么样 够方便吧 太完美了 真的是太完美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